南非是怎么样 他们是在10月7号这一天 那么呢要求 这一天其实也是我们在办国庆酒会 就要求我们 而且是用电邮的方式来通知 说要我们的这个驻外馆必须要搬走 而且限期在10月30号之前 所以呢必须要从首都普勒托利亚搬出 搬到哪呢 那现在可能就是要搬到约翰尼斯堡了 甚至还说没有协商的余地 如果不从就关闭代表处 那大家就想 是啊南非现在态度非常的强硬 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事实上我们都知道 南非现在跟中国方面这个态度 其实你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是以中国为优先了吧 在去年他们办金砖峰会 就提高要跟中国的关系 因此呢习近平亲自到访 那么结果当时就已经在施压台湾的 驻南非代表处要搬迁 那今年的4月呢 又以一中原则政治的因素 要求我们要半年内必须要搬走 更不用说在9月 南非总统还率团到中国 去参加了中非合作论坛 双方发表联合声明 把双边的关系提升为 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 哇所以怎么看 你都觉得南非这个动作 好像背后就是有中国的施压 那因此现在台湾 真的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了 非得搬走不可 蔡委员 首先我是建议大家 轻松看待这种事情 不用跟着民进党这么一起起舞 好像混开啊 我要跟南非讨个公道啊 那倒不必 为什么我要说平常心看待 因为民进党执政 还有就有这种情形不可避免 如果是其他党派执政 不会有这种情形 那因为民进党执政的背景底下 那没关系 好来好往嘛 你说这个叫台湾代表处 搬离开南非的首都 那我们就请南非在台北的代表处 就搬离开台北嘛 这是对等的处理就可以了 不用那么一副气呼呼的样子 那至于林家隆 显然是不是一个很过格的外交部长 他就是说 好那我要升高对南非的这个斗争 这个除了叫你的这个 这个南非驻台台的代表处 搬离开台北市以外 我还要严审你这个南非人士 到我们台湾来的这些签证 那南非会不会严审我们台湾 到南非的签证啊 你何必升高这个呢 你说南非有五千个英语老师 在台湾任教 这我老弟是听到这么多啦 应该我们英语应该跟美国英国学 怎么会跑去跟南非学 南非籍英语教师 真的确实在台湾这么多 大家都吓一跳 对啊对啊 那你有想过我们台湾的台商 在南非有多少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 南非跟我们之间的贸易 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贸易环 他只是几个人在 我们五千个人在台湾教书啊就怎么样呢 你能够收多少薪水啊 那我们台湾在南非生育 是这五千个人薪水吗 可怕不止吧 所以我说 林嘉隆这个外交部长刚当就想要表现 不晓得外交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蔡委员其实在去年就已经有得到风声了 那为什么到现在还一直没有班 然后一直是用这种方式在处理啊 通常都继续沟通 这也没有什么错啦 那反正到现在为止 我们要理解一件事 外交工作 就是中国大陆会有 会有投篮得分 我们也会有投篮得分 那双方们都在比赛 比如举个例子 我们花了二十亿美金 让这个立陶宛的关系升级 那大陆会觉得 他这一局输掉了 那他就来弄其他地方 全世界有一百多个球篮 我们反正他投他的 我们投我们的嘛 对不对 所以不必去因此而生什么气 这个什么好生气 南非是我们的敌人吗 你气南非的气有什么好气呢 南非是外交战的一个核心吗 也不是嘛 有什么好气 是 好不过坦白说啦 这之前我们其实呢 在跟南非断交了之后 确实其实还是保有一些 非常实物的一些来往 交流也颇为密切 但是现在呢 已经看到南非对我们的态度 越来越趋于强硬了 那这个是不是真的是 所谓的不友善 而且这个外交的空间 真的是越来越被限缩了 所以刚刚其实蔡委员说 我们不要太 就是说要比较平常心 去看待这件事情 但是呢 却有人忧心忡忡的认为说 会不会可能 南非只是金砖国里面 先开的第一枪 那后面恐怕还有 甚至可能会有所谓的骨牌效应呢 因为连非邦交国都开始要动起来 会这样吗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呢 你说是不是应该用平常心 因为我觉得外交的关系 是国力跟国家在国际之间处境的一种联动关系 所以当我们的台湾的处境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跟对岸的关系是一个 它在我们的国际空间当中 确实是不让台湾以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的身份 这个去参与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外交关系本来就限缩 那重点在于说 我觉得现在这个限缩的程度 就比以前来得更快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 就光光在过去蔡英文组政的八年间 就断了九个邦交国 而且断了邦交国的这个 不只是说数量 也不只是这个速度的问题 而是在于说 整个断交的过程当中 其实比起过去来说 过去其实在马鞍九主任时期 或者在过去李德辉时期 其实两岸之间在外交也一直在拔河当中 只是有比较和缓一点一点 或者比较尖锐一点一点 或者说彼此之间给一点点颜面 给一点点面子的部分 所以过去的话 就算说也会断你的国家 或者断的多断的少而已 但是过去来说 不会像民主党的时期 很多是说几乎断之前 比方说上次 我印象最深的是巴拿马 巴拿马的部分的话 是在断交前的四十分钟 他们的巴拿马总统人在北京 跟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见面 在签署建交公报前的四十分钟 我们才被告知 那这个问题就非常的 这真的就是颜面扫地 就非常的尴尬 那像洪多拉斯 好不留情面的 对 好不留情面 那洪多拉斯也是 洪多拉斯的话呢 跟我们断交 然后他们就直接 总统在推特上面发个文 说要跟我们断交 所以就非常的尴尬 那你说这个巴拿马的断交 那个时候其实 你再拉长一点点看 他就在2017年断交 是在2016年的时候 蔡英文刚刚当选 然后出访的时候呢 过境 第一次过境美国 就是去巴拿马 以及巴拿圭 那但是呢 那个时候呢 他去巴拿马 他签了一个呢 President of Taiwan 大家记不记得 台湾总统 那挂号ROC 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当然就让这个 中国大陆非常的跳脚嘛 所以第二年 马上断交给你看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呢 其实某个程度来说 对于台湾的处境 我们当然会觉得说 我们希望能够更 这个能见度更高 那更以这个国家的身份 能够呢 站向舞台当中 但是呢 国际的现实 两岸的关系 你是不得不去面背 不得不去承认的 这就是现实 对 那所以重点就在于说 那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要去讨论 或者去双脑间调 地方在于说 那为什么这么快 那为什么那么多 然后我们事前 是不是可以更知道 或者有没有一些 更和缓的方式 所以就要回到南非 这件事情来了 我觉得现在的 整个的民进党 组成之后的外交状况 我觉得他们是不是也觉得 反正就是会断了 而且断了之后 我都有理由 把责任推给对岸 所以比如说 他不去好好的 就是说他在这个 整个的挽回的过程 或者说在一个 理解这个状况的程度 都比过去来的 更讯息薄弱 然后的话呢 几乎就是 别人不让你知道 你也完全就被蒙在鼓里 比如我们讲南非 以前陆以正 大家都知道这个大使 他就是南非先生 他过去的话呢 在断交之后 刚刚尤星也讲 我们其实维持了 非常好的关系 他前跟我说 他还可以经常的 去他们的官员 总统啦 副总统家里面做客 即便不是邦交国了 所以当你真的做到 实质外交的时候 是可以这样子做的 但是请问 现在民进党主政 底下的外交 我们这些 我知道很辛苦 但是是不是有做到 这一点 或是因为说 你意识形态的关系 因为你这个政治上的关系 让你觉得说 反正断就断了 反正断了 你都去骂老公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部分事实上 是第一个 我觉得在整个的 断交的过程 或者外交 不断被限制的过程当中 我们做的够不够 我们是不是因为 这个民进党主政一些 意识形态的关系 让你觉得说 似乎也就是 有一个归罪的对象 那第二个就是 它真的是一个归罪的对象 我觉得刚才 这个蔡委员讲到 一点就是说 因为对于 整个的状况来看 我觉得我们的政府 现在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激起大家的 这个同仇敌开 因为某个程度来说 如果你说 南非这样对待我们 我们当然也可以这样 对待他们 但是有没有什么意义 它的效果有多大 比方说 我们迁离它的首都 那可能 这个它的首都 可能很大 距离10万8千里 我们迁离 我们的首都 那去台北 新北 迁到新北 捷运搭一下 两站就到了 就说它这个意义 有没有啦 就说你说 我们要对等 你这样对待 我们也这样对待你们 那现在这个对 对待的这个效果 它的意义 在外交上的意义 在哪 你又惩罚到他嘛 那或者说 你只是要去撩起 一个气氛 说哦你看 又是中共 对我们的一个 阿拔的对待 那我觉得 这个部分的话呢 其实某个程度 又来到了 政治上的操作 所以我觉得 这个部分 对我们来说 就是我认为啦 这个对岸也不会 对他来说 是一个政治上的推断 就是他不可能 让你邦交国归零 归零之后 可能就逼你 就是台湾独立 所以对他来说 所以我觉得 未来的话呢 他会就像是我们 在谈到这个切香肠 越切越细 越切越细 他不动你邦交国 我们就只剩12个邦交国了 但他动你 非邦交国当中的 更多的一些 相当的关系 要你迁出首都啦 要你给你 更多的一些 外交上面的障碍啦 我觉得这部分 是我们要去面对的 也是我们的政府 必须要告诉大家 你做好什么样准备的 好的确 我们看到了 这个外交部长林佳龙 他则是提到了 我们应该要对 南非语反制 那他提到了几个重点 到底要怎么样来反制呢 他现在强调的是说 我们要捍卫 我们的尊严 那要求南非驻台办事处 要迁出台北 还要严审南非人士的 签证申请 意思要说 签证要更加的严格吗 另外还有一点 终止教育的交流 难道是要让这个 在台湾据说 大约5000名的 南非籍英语教师 在台湾不能再教了吗 而且他还提到 台湾可考虑 优先录用 我们的邦交国 十瓦地尼级的教师 所以要减少 南非籍的教师数量 而改由十瓦地尼的教师 来取代吗 张将军 您听到了这几个重点 这是所谓 我们要对南非予以的反制 会让南非觉得好痛 会吗 我认为这是 我们的外交战略错误 因为这个时候 是我们有求于人的多 他们有求于台湾的少 那这个时候 我们再出这些 可能以后总统要出访 都不到十瓦地尼 都没办法去了 因为我们到十瓦地尼 是一定要到南非去落地 因为十瓦地尼的机场 是没有办法停大型的飞机 那一定到南非 因为十瓦地尼是个内陆国家 没有任何靠港 他是国中之国 他的整个四周 是被南非包围 你一定要落在南非 你这样的弄 以后总统不让你去 永远没办法进入十瓦地尼 你怎么办 是我们有求于人 我们现在这个东西 是想要安慰国内的一些 特定的这些人士 独派人士或什么 我们有这些筹码 你弄这些筹码 人家把我们掐死 那怎么弄 我们的报复筹码 是非常的少 不要再去报复了 我们是要 从善如流广结善缘 这个时候还要跟这个南非去硬杠 那就没办法 你已经够 已经是这个 少之又少了 再跟他做硬杠 那什么都没有了 变成这个状态 南非还是我们 这个台湾在非洲的最大贸易国 那以后他这个 所有东西都没有 都不给你 什么都没有 而且他是金庄国家 这非常 他金庄创始会员国 另外一个 我们的外销的路线 我们认为都一直错误 我们在这一方面 我们还要去靠其他的国家来 帮我们去跟南非 去那边说相说情 是啊 那不可能的事情 怎么去跟他说情 不可能嘛 对 他们 我们跟这些国家 我们比如说 那个G7 要跟 加拿大 不含加拿大 不含德国 不含意大利 我们那个五官都没有 我们在南非 是有派一个五官的 那这些国家 都还没有派五官 他怎么可以 我们跟南非的关系 还算不错 派五官 其他都还没有 那我们怎么样去 我认为这个 我们的外交战略错误 背道而驰 这样子的话 反而为蒙其力 先受其害 另外我们经济体 本来就小 南非的最大的贸易对象 是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 在非洲里面 五十四个国家 如果是五十四个国家里面 南非是他最大的贸易国 那跟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多少 我们台湾 中国大陆的贸易量 是我们台湾的 二十八倍 我们跟南非的贸易量 是只有南非 跟中国大陆的贸易量 二十八分之一 你看看 那我们影响力有多大 那我们现在还要 实施报复 那这样的话 我们报复他 我们变成 受伤害最大的 我们讲的回马枪 回马拳 反而伤到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是有求于人多 那我不要跟你来往 那这样的话 变成我们损失更大 我们可能报复他一分 他报复 回报我们三分 那我们是不是 丢掉了三倍 所以他认为 我们这个时候 不是报复 不报复的问题 我们这个时候 反而是要去歧视 您人低调玩事 而不是跟他们做硬杠 因为我们的成本 筹码太少 以前我们跟南非的关系 是非常好的 我们跟他 非洲第一大国 跟他我们有互拍五官 那时候还有邦交 那后来断交 这个降旗 这个是三十年前的事情 二十多年前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 南非对我们来讲 还算是在非洲里面 算是有一个影响力的 对不对 南非是最大的国家 是非洲里面 如果埃及不算进去 那个奈及利亚不算进去 是这个金砖的创始会员国 是第一个 那我们现在 有这个好的朋友 我们就把他给关门 给丢掉了 我认为不要 我认为这个 这个外交部的 这些外交战略 一步错步步错 非常不好 我认为应该很多事情 摊开来讲 要怎么样去理性做解决 而不是意气用事 去应对 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讲 怪不得我们的邦交国越来越少 现在是我们可能要 整个的外交战略 我们要通盘检讨 找出我们最佳的出路才对 过去其实当我们在看两岸关系好的时候 其实我们最起码还有一些国际的空间 那么看到现在是完全是倒退 倒退撸 因此刚才我们在谈到的是 南非现在他哪一天不好挑 他再挑一个 我们是在办国庆酒会的日子 然后直接就发个email 就来通知你 你要搬家赶快搬走 那感觉好像有点像是这个房东 要对房客要下达这个什么 最后通牒了 你再不搬走 我就要如何如何 是这样吗 可是事实上我们看到 那个外管 不是我们的财产吗 那要怎么处理 对不对 这也是一个问题 而且蔡委员 对呀 南非现在如果把台湾 跟中国大陆来相比的话 两边相比权衡轻重 孰轻孰重呢 我们还在想着说 我们要找G7来帮忙吗 真的有媒体就说 涉外人士有透露 我们有请G7国家 来帮忙 向南非高层表达关切 可是会有用吗 因为最现实的问题就是 这个贸易的比重 现在呢 当我们来看 在台湾 其实呢 我们现在 从南非进口是4.94亿美元 我们占南非对外出口贸易总额是0.172% 我们是南非的第40大出口市场 但看到这儿 我们来看看 中国可是南非最大的贸易伙伴 南非连续14年 是中国在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而今年的上半年 双方的贸易额多少 达到了275亿美元 这个悬殊真的是够大了 来请教一下蔡委员 这个两岸之间要去比这个国际贸易量 我们是不自量力了 因为这样比没有意义 所以我们必须要像刚才这个张将军讲的策略要做调整 要认知我们的这个优势类似是在哪里 不要什么时候硬杠 有一句名言 大家听了也许是不重听 生存是最好的战略 输赢倒不一定是很关键的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件事情 我们不是利用中国跟印度关系不好 我们就在印度拼命设办事出 我们都也赢了好几分不是吗 那你在他比较优势的地方 你会输掉其实也很正常 那你说要找G7来帮忙关缩 当然是好事 可是G7能用的力量 他毕竟不是自己的事 他只是看看美国人的面子 看看东西 那我就帮你说一说 而且去找G7的谁 G7大概不怪是美国英国吧 因为英国跟南非关系比较好 那现在德国跟南非没什么特别的关系 的某议员吗 可能也会叫官方帮忙 或者也没什么关系 政治人物这样运作 跟台湾立法院一样 张部长麻烦你帮我 这都会有 我觉得外交部应该很努力 也很辛苦 那这个都是这样的 就是说印度我们得分 然后在这个南非我们失分 这个就把它看成一个日常生活的部分 就不要在嘴巴上讨巧 外交 我们老师喜欢讲外交 我们百分之道民力支持 我跟你讲 整个所有的事务里面 国防外交 坦白讲跟民力无关 民力不管用嘛 又不是要搞投票 对不对 有什么意义呢 那你外交就是一个国家实力 跟那个领导人运作的一个策略 来赌输赢嘛 那你就看看 哪些国家跟中国大陆关系 比较不好的 那我们就有空间 比如说看起来 波兰好像跟大陆不是很好 立陶宛不好 那我们就烧立陶宛那个照 不过也花太多钱了 你立陶宛给20亿 那请问你 你要给印度多少钱 后来牌也没挂 我们来说挂什么牌 后来也没挂 有挂了 挂了又拿下来了吗 又改了 挂了 挂了变流亡政府 因为本来要讲好挂了 叫说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 后来驻立陶宛没有了 这些台湾人代表处 台湾人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流亡政府 只有流亡政府会挂这种牌 所以我们怪来了什么 那就表示被骗了 就被骗了 表示你有努力 我们也不怪你 也不怪你 这里面就是因为我们两岸政策 所导致的两岸在这个外交场域的竞争 那竞争就有输有赢 那你说你说有没有哪些国家 跟大陆关系不好的 那我们就去骚骚照 这不简单 前外交部长胡志强 他就特别在提出警语 他提到说其实这是警讯了 因为我们刚刚在谈 有关于南非这件事 他说中共对我方打压 已经是连非邦交国都不放松了 所以呼吁外交部同仁一定要提高警觉 及早应对 坦白说我对于外交部的同仁呢 就外交部的这些官员们 尤其像驻外馆 站在第一线 他们非常的努力 很辛苦 我们要予以肯定 可是事实上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应变的速度 到底是快还是慢 其实我实在是也是打了一个问号 会不会我们永远都是什么 都是很难早知道了 那现在因为讲到非邦交国 非邦交国它的意义在哪里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就是设办事处 那设置办事处 它其实有很多事要做 就算是没有邦交关系 可是有办事处 那就算是非邦交也很重要 那现在他说已经是动到非邦交国 在担心什么呢 骨牌效应吗 金专国还有其他的国家 难道一个一个接着来吗 这是什么意思 对我就像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 就是我们现在邦交国 只剩下12个了嘛 那所以你说再断能够怎么个断法呢 而且呢再断的话 我想对于这个对岸来说的话 他也要考虑到 他整个的战略上的运用嘛 先前的话呢 后来断了好几个 不是中南美洲 就是南太平洋岛国 那事实上南太平洋岛国 也反映出来是美中之间 在那个地方的战略的角力嘛 那所以呢 其实能断的 可能也就差不多都断了 那美国也事实上 在那边加了非常多的一些力道 那所以呢 某个程度在那个地方的一些进途 或许战时之间呢 得到了一点喘息 那所以对我们来说的话呢 就是邦交国 他可能会有一个限度 就能够再断的 也断不了多少 所以接下来就非邦交国的部分了嘛 所以我觉得这问题就是说 他确实是一个警惧的地方 在于说 第一个我们刚刚就讲到了 就是说我们来的 猝不及防的状况 越来越频繁 而且呢给我们难堪的状况 也越来越明显 那对我们来说的话呢 外交部门 当然你一定要有一个 相当程度的 可能表达你的表态 表达你的立场 或者一个某个程度的谴责 但是我们要去深思的部分 就在于说 这背后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嘛 所以刚刚御行讲的就是说 事实上是啊 而且非邦交国 像过去从李登辉 那时候时期开始 我们本来 不特别要在这个 所谓的国的立场上面 去琢磨的时候 我们不就在推所谓的实质外交吗 实质外交也就是 所谓的非邦交国嘛 我不是很 我没有很强调是 我要去跟你建立外交关系 邦交的关系 但是我们建立实质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很多地方 都是设所谓的经济文化办事处 就像这次梦买这次 是不是印度的梦买 对 没错 梦买是 然后美国当然更是 所以对我们来说 事实上 包括你说像蔡英文 她到欧洲去 去了这个法国 去了可能打算去欧盟 这个等等 那其实刚才蔡英文讲到的 你说立陶宛不错 捷克也不错啊 对我们也很好 这些东西都可能会是一些 所谓的实质外交的一些着力点 那只是说 目前讲到的所谓的印度 或者说南非 就比较是所谓的全球南方 那所以全球南方 这个部分的话呢 事实上是中国大陆 目前非常积极的在 跟印度两边在角力的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主舞台 因为这个舞台当中 比较没有美国 那么强的角色 那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说 他一直就问说 这个人我可能可以当老大 那事实上 但是呢 印度他就也就是因为 跟他们的边界关系 也觉得说我在 这个面对所谓的全球南方 我也想要有点力量 所以在台湾这部分的话呢 看起来就若干的 包括巴西也是嘛 就是说在这个边 就会有一些比较微妙的关系 但事实上这些全球南方 对于台湾来说 你说重不重要 我觉得他们尤其很多 一些天然的矿产 都蛮重要的啊 我前几天在访问了 一个台湾的电池专家 讲到接下来 我们的半导体 半导体之外的话呢 AI的晶片之外 事实上有关于电池的除能 是对台湾来说 非常重要的下个产业 那这个下个产业的话呢 当中所谓的离三元电池 里面的很大的就是钩 钩的来源就是钢果 所以就很多地方都是在一些 非洲啦中南美洲 这些国家里面 有非常丰富的矿产 所以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些很重要的 一些往来的地方 所以像这一部分 像我们在印度 为什么会那么好 第一个当然就是 印度也是 跟中国大陆不好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机会 再就包括半导体啊 现在所谓的台湾Plus 很多都是在台湾之外 我们的半导体的客户们 都希望我们在别的地方 另外有一个厂 那印度就变成取而代之的 另外一个地方嘛 所以实际上印度 现在非常积极地去打造 半导体的产业链 所以对我们来说 它就很欢迎我们的人去设厂 就都有这些相关的关系啦 但是我就说这一部分的话呢 都是一些 不是说在政治上面 就是说你不能够过度任性 我就比如说任性就是说 有点就我气 我就都不管 就什么东西 我就退给中国大陆就好 很多事情还是可以 很细腻地去经营 那尤其是如果说 我想胡志杨要特别提醒的地方 在于说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他们就是尤其对民进党 政府来说啦 尤其就包括说 他在国庆的 这个国庆的酒会上面 这个南非给我们搞这一套 那你会知道说 他是要故意给他们难堪 给蔡英文难堪 给这个赖清德难堪 那接下来 可能还有很多机会 会要给他们难堪 那如果这个时候 他可能我们若只是锁定 在邦交国的话 很可能会放错重点 就是说事实上 还有很多的非邦交国 都很可能是未来 我们必须处处防守的地方 好 说到了这个 在孟买设立办事处 我们请教一下蔡委员 我们看到呢 这是已经我们在印度 设置的第三个了 这是继印度的首都新德里 以及清奈 这个城市之外 第三个 而孟买是印度的第二大城市 那这次呢 我们看到他主要是说 这样可以提高台湾 印度之间实质的关系 台印要怎么样来提升关系呢 这也要展现出 我们新南向政策的成功之处吗 这是又在下一个里程碑了吗 而此外 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孟买 孟买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城市 我们知道保莱坞 这个很有名 另外还有就是 它是一个科技的重镇 而此外呢 其实我印象蛮深的 因为我之前 其实很喜欢看一些旅游的介绍 孟买我印象很深的 就是它有一个 全亚洲最大的贫民窟 大家知道吗 所以对于 为什么要在孟买这儿来设立 我要请教一下蔡委员 其实我们不用当中年充胖子 不是我们有实力 或者我们有能力 去设这个办事处 因为我们的制度里面 一对非邦交国 设代表处就是大使馆 设办事处就是总领事馆 或者领事馆 大概是个含义 那我们为什么能够多设一个办事处呢 其实不是我们多强多厉害 就是印度要拿我们去跟中国大陆谈条件 这是不是简单 你不要想太多 印度跟中国大陆 哇那两个斗的可激烈了 对不对 就是因为他们有时候斗 有时候合作 然后拿我们来给中国大陆 来作为一个杠杆作用 所以我们去印度多做几个都没问题 但是能够发挥多少 我们不必期待这个东西 我们尽量去做 我们外交人员在这种没有邦交底下 也很辛苦 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那会不会我们必须要付出一些 比方说是投资设厂吗 或甚至像日前这吵得沸沸扬扬的开放 印度的劳工到台湾呢 那当然啦 当然因为我们早就答应了 都是换过换来 当然啦 印度也要从台湾拿点好处 对他里面有点交代嘛 要不然他又要跟中国大陆干个劳办 中国大陆搞不好又敲他一顿 对不对 所以方面这种外交官打来打去 那我们总该补贴人家嘛 这我是觉得这也很正常啊 所以到时候台湾有街头 看到很多印度劳工 南非都五千个教师 说不定印度人讲英文更标准啊 对不对 奇怪我们英文应该找美国英国来教 怎么找南非印度来讲 啊好将就一下将就一下 我这个就不要怪啦 因为外交部很困难 现在为什么这些现象 就是两岸还没爆发战争之前 才有这些现象 爆发战争以后一锤定江山 那什么外交问题 就没了 对啦很清楚 所以我就是这个战争之前 我们先部署一下吧 那也没什么错啦 两岸很难不避免战争嘛 以这个态势很难嘛 其实时间早晚的问题 对啊对啊对啊 因为台湾逐渐的台独化 民进党的权势要越大 怎么可能不打呢 你叫共产党在中国大陆老百姓面前 准备滚下台吗 这是个现实问题嘛 好不过回过头来 这个宣姐我想请问一下 你看这次其实蔡英文本来传出说 她是会访问英国的 可是呢英国的卫报就引用消息人说话说 其实她出访当天就传出英国 他们呢要蔡英文延后访问 甚至还传出说可能是延后到什么时候 是说明年 因为最主要是英国现在他们的这个外长 到大陆去访问 那18 19号这两天你看就拍板了 可是在这之前都还没有敲定 所以是不是也是换来的谈好的 而他们甚至还有提到说 这也不用觉得奇怪 因为以前英国驻台代表就说 英国不是驱从中国压力啦 只是避免要让情况复杂化 所以换句话说 他们还是希望能够以他们的外相 能够顺利的访华为优先 所以蔡英文先别来了 我觉得这个话你看也就是一个外交辞令嘛 就是事实上你确实是延缓了 蔡英文本来要去的一个行程 但你对外就说 我们只是我们没有对你不友善啦 我们只是一个希望你蛮点 不要让事情太复杂 这就是很像外交官讲话的样子 你知道吗 是啊 因为今天我们有注意到说 这个英国外相是要到中国大陆去 我觉得他的特别地方在于说 第一个他不是只有他自己来 他要为下一站 他们打算财政部长 我看他们这个最新消息说 他们可能财政大臣 是在下一个紧接着 他们的外交大臣之后 要到中国大陆去进行访问的 那可能要谈更具体的有关于 跟一些经贸有关的 相关进一步的彼此之间的一些合作啦 一些发展啦 好那这个接连的这些 部会首长呢 到这个中国大陆去 他的意义事实上是 我觉得是很大的 为什么很大呢 他不只是说因为这样的关系 delay了有关于 参与文可能的到访的 这样的一个行程而已 他重点是在于说 在过去的这段时间 尤其是在香港的问题上面 香港的国安法 香港的反送中 你会知道因为过去香港 是英国的殖民地的关系 所以英国对于香港的发展 香港的不再民主化这件事情 他一直觉得有他自己的责任在 所以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其实在香港的问题里面 其实美国跟英国 是各自扮演最大的角色 很多的地方的地缘政治 都是美国扮演最大角色 但香港很不一样 是有一个英国 他一直认为他对这个事情 他有很多的看法 他觉得有很多的愤怒 他觉得很多的一些批评 好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英国在过去 不管是在反送中 尤其是国安法这个事情 让这个民族不在 这个光环不在 这个地方 他其实是批评中国大陆非常多的 然后包括还在疫情期间 疫情期间的话呢 其实包括美国 包括英国 都对于中国大陆的 他们还是认为说 这个疫情可能从中国而来 等等 所以都多所批评 你发现才批评没多久 转眼之间 所有的国家 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先 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讯息 我看了以后我觉得蛮 就是我真的觉得 对台湾来说 就是很多事情 你不要说什么爱台湾 什么勇敢 有劳美 很多事情不是国际现实 不是那么的单纯 国际现实的复杂化 以及他们可能为了 自己国家的利益 我们刚讲生存 甚至是最重要的事情 对英国来说 他现在经济状况也不好 去年他的通膨是两位数的 可怕的程度 我觉得他现在脱欧脱半天 结果脱欧完了以后 觉得说我们这个英国 要重返荣光 荣光在哪里 没想到碰到一个疫情来 所以整个的 对他们来说 他们经济的问题 非常的大 他们现在苏纳克 他们现在的政权 也非常的不稳固 当时间都很短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 对他们来说 英国自己本身 一度的是这么的反中 当然现在他也必须 为了外交部长 为了财政大臣 为了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不要脱钩 牺牲了 或是影响到了 蔡英文的访问 今天最后 还是要由秦教官 再次的跟大家推荐 这个非常好用的产品 我自己也很喜欢 它就是KS 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 高防晒系数的凝露 非常的清爽 而且呢 这抗紫外线 非常的有用 欢迎大家能够多多的利用 我们的中天快点购平台 来选购哦 并且还可以打 CTI 798 CTI 798 我的推荐代码 可以享有额外的折扣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 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 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 高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